RumaFusion 是你成為專業剪輯師的隱藏捷技 因為你能在熟悉之後 無痛上走到更專業的剪輯軟體喔 裡面的幾個功能 用它來賺錢 可以說是無往不利 那它有幾個特點 簡單、直覺跟專業 你或許會想 簡單跟專業應該是互適的 那為什麼它會同時擁有 繼續看下去 答案就在影片裡 前情提要 這是一部給新手的教學影片 那還沒下載的人 先別值得下載 因為它是買斷制的 所以價格可能沒有那麼親民 但是我們這系列的教學會持續的進行 你可以多看幾部再決定是否要入手 那另外呢 有一個小技巧 你可以去關注我們三星的應用商店 有的時候我們會發放一個折價券 你就可以用這個折價券去購買RumaFusion了 首先想跟大家介紹RumaFusion的這個軟體 第一個是它可以有六個影像軌跟六個音軌 第二個是它可以在你的手機上跟平板上 隨時隨地的剪輯 第三個它是專門為行動裝置而生的剪輯軟體 所以你可以很輕易的操作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進入RumaFusion之後 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吧 首先進入RumaFusion之後 你會看到版面分成三個區塊 在最下面這個區塊 你會看到按加建立你第一個計畫案 因為我們這次給新手的影片 所以新手什麼都不要管 影格率長寬比 我們都是以新增的第一個剪輯片段來去執行 那我們按右上角的加建立第一個計畫案 第二步我們要導入素材 我們選擇右上角的框框 選擇來源 這來源有分五個部分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大家也不用看得太複雜 第一個媒體就是你媒體融覽器的部分 它會讀取你媒體融覽器現在擁有的檔案是什麼 第二個已連結的資料夾 那這邊呢我們就可以先提到說 三星有一個好用的功能叫做快速分享 你只要把你手機拍到的檔案 直接用快速分享傳過來 它都會存放在download裡面的quick share的資料夾裡面 未來只要我手機用快速分享傳到頻滿上 裡面我的影片檔已經導入到RumaFusion裡面了 介紹完素材導入之後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很多的問題想要問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是 那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有什麼好處 RumaFusion這個軟體呢 它在素材庫導入的地方 製作的比較好的 相較其它的手機剪輯軟體 它可以依照你的建立日期 時間軸或者是影格率去分類 你也可以去幫你的素材去標記 所以RumaFusion這套軟體會比較像專業的剪輯軟體 你可以更去擴大你的剪輯的專案 就算你有很多的影片素材 你也可以很簡單的去整理 你導入很多素材之後 你可能想把這些素材分類跟整理 右邊這個板塊下面有個小圓圈 你點離你的素材之後 這個圓圈會反亮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顏色 比如說黃色 黃色是我的縮時影片 綠色是我的一般素材 你可以根據這個色彩去分類你的影片 第二個我們要如何整理素材呢 比如說我在早上拍的跟在晚上拍的 我要合併在一起 你可以點選右邊的這個試圖與排序 建立日期或標題 那它的排序就會從你早上到晚上的 拍攝順序去分類了 講完素材跟導入之後 我們換另外一個地方繼續講 接下來把目光移到下方的時間軸 時間軸上方藍色的是影片 那在下方綠色的是音訊 那如果你把影片素材導入到時間軸的時候 下方綠色的音訊是不會有變化的 那是因為目前影片還有音訊沒有分開來 所以你會看到影片素材上有許多的曲線 這個曲線就是音頻 你可以點下方的分離音訊 讓音訊和畫面分開 那如果你想要合併 已經分離的音訊再合併起來呢 只要把音訊軌拖回去畫面軌就可以了 但是請記住喔 把影片畫面和音訊分離 是一件在剪輯上非常實用 也非常重要的功能 一定要把這個功能記起來 那之後怎麼運用呢 可以看我們後續的影片 好在我們認識時間軸的組成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上方藍色的影像軌增加軌道 你也可以直接把素材拖進來 總共可以增加12個軌道 6個影像軌跟6個音訊軌 那在分軌製作邏輯上呢 LumaFusion也給了我們很大的自由度 因為你想嘛 在手機或是平板這麼小的畫面裡面 有12個軌道 你要怎麼去整理 在這裡呢 你可以點擊左下角的標頭去整理 你目前需要用到的軌道 那這些功能呢 可以方便我們在剪輯的時候 可以暫時隱藏我們不想要用 或是現在正要用的軌道 舉一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可能有一軌 是放我的Logo都在左上角 不是在右上角 那我想要這個Logo是一直出現的 那我就會按鎖定軌道這個功能 那我在剪輯的時候 不會剪到這個軌道 總結來說 在你分軌製作的時候 標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它可以讓你更方便 迅速的去整理你目前的工作流程 一定要記住喔 哈哈哈哈 那LumaFusion呢 除了介面跟功能 給我們很大的彈性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人性化的功能 像是如果我想要快速的查看素材 或是去調整我素材的順序 那我需要一個比較大的寬度的時間軸 那我就可以點兩下 切換我現在目前覺得適合的寬度 那如果你想要追求更細緻的調整的話 你也可以點三下時間軸 那它的時間軸刻度呢 就會以每一幀的形式去表示 更方便你去做細緻的剪輯 除了點兩下或點三下之外 你也可以用裝置滑動的方式去縮放 你覺得目前適合剪輯的時間軸刻度 那手勢其實還不只這一些喔 比如說你可以點選片段之後 用雙指同時點擊的方式去分割你的片段 那記得呢 在點擊的時候 你一定要點擊在素材上 它才能分割喔 不要點在時間軸上 那分割完片段之後 我想要把不要的片段刪除 該怎麼做呢 除了可以點下方的垃圾桶把片段刪除之外 你也可以選擇把這個片段按住之後 往上或往下 總之就是往時間軸外的方向拖拉 它這個素材就會被刪除掉了 但是要記住一件事 記得不要把這個素材拖拉到別的軌道上 不然它就會成為別的軌道的素材囉 那目前看到這邊呢 時間軸的觀念大概已經掌握了80%左右 那接下來我只有幾件小事跟原則要你記住 第一個原則就是 在主軌道的第一秒 一定都要有素材 一定都要有畫面 因為呢在主軌道上 每一個片段都是吸附著前一個片段的 舉例來說好了 我想創建一個前面是5秒是空畫面的素材 其實是不可行的喔 有一個10秒影片 我把前面5秒剪掉 那後面的5秒就會直接再補上來 所以你第一秒是沒有辦法創建一個 空素材空畫面的畫面 那如果我想要黑畫面要怎麼辦 但其實還是有方法呢 可以幫我們不要用素材去補齊這5秒的空洞 但是這後續會再跟大家講 大家現在只要記住 主軌道是用磁鐵去吸附的 你第一秒一定要有畫面 其他5個軌道就不再直線 你可以隨便想移到哪裡就移到哪裡 那第二個原則 認清白色邊框還有黃色邊框 兩個口訣 白色是插入 黃色是覆蓋 黃色有兩種 一種是黃色的長方形邊框 當你把新的片段呢 拖放在舊的片段上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黃色長方形的邊框 那這個就是覆蓋替換舊片段 你可以選擇用舊片段的長度呢 去覆蓋新片段的長度 或是用新片段的長度 去覆蓋舊片段的長度 是不是很難 看畫面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那第二個呢 是黃色公字形的邊框 這個很簡單就是插入片段 它只會出現在兩個片段中間 會有一個公字形 所以你把它插入新片段之後 它就會在兩個舊片段中間了 下一個是白色邊框 它是把一個新的片段呢 插到舊片段上一分為二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呢 插入的片段 它會覆蓋舊片段喔 好那現在我要考考你了 如果我想在一個10秒的影片呢 插入2秒的畫面 並且保持這10秒影片長度不變 就是10秒影片裡面 我有2秒畫面 我應該用黃色邊框還是白色邊框 知道的話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LumaFusion教學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 但是在留言前 你是不是忘記一件事 要怎麼出現黃色片段跟白色片段呢 很簡單 把我們的標頭點出來 最前面呢 有一個很像投票往下的那個符號 就是插入跟附寫 那個選項按下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黃色跟白色符號 可以互相切換了 其實我講那麼多 還不如你自己試一試 比較重要 來試試看吧 我們就這樣 真的掰掰 好 很期待 我希望你這樣 很快 我感受到 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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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